我因為他才有機會變成Energy的意義 因為最一開始是我先認識TOLO 認識昆達 在我那個時候我的認識也因為他 Energy結束了 因為他離開了 真的就像昆達那時候講 我們那時候不夠成熟 很多事情就沒有在那個時候講開 簡單是這樣跟他講說辛苦了 抱一下 眼淚都講出來了 講出來了 就是因為大家都有問題 所以當年才分開 我們不要搞砸了這件事情 然後我也要對我自己說 因為我是最容易搞砸的 所以我也在對我自己說 不要搞砸了這個大家可以在一起的福分 其實真的還是主要想要跟乃哥說 我覺得其實他的那一封訊息 其實真的影響了後續蠻多的事情 那TOLO可能那個那支影片也可能有 但是如果沒有乃哥的這個主動 可能真的不會就是有就是大家又串在一起又聚在一起的這個可能性 因為其實當初真的是因為他換換號碼我不知道 所以我一直以為他是原本的那個東西我想說 兩三年的那個都沒有已讀過 真的喔都沒有已讀過 然後他可能真的不想理我們 我那時候心裡是這樣想 然後就是後來真的接到這訊息之後發現 欸 哪個出現了 然後很開心 趕快跟他們兩個講 然後才把就是大家這樣子 湊在一起 對 那阿迪哥咧 我就最想對一個人講這個就是TOLO 因為這個團呢 應該說 因他而 對我來說啦 因他而起 我因為他才有機會變成Energy的一 因為最一開始是 我先認識TOLO 認識昆達 然後我們在一個練舞教室 然後就是一起培訓 但是當時我還不是Energy的一 但是因為認識他才有這個機會 在我那個時候我的認識也因為他 Energy結束了 因為他離開了 真的就像昆達那時候講 我們那時候不夠成熟 很多事情就沒有在那個時候 講開 但我覺得這一切也因為這樣才有 現在這個我們可以坐在這邊 那很簡單就是跟他講說辛苦 抱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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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淚都講出來了 講出來了 他竟然在這個時候落下眼淚 淘了換你 如果這時候 這時候你希望畫面拍牛奶的話 我希望 那我要先擠一下 就像我們那個歌叫分合嘛 然後我們就是一個柴火鍋 然後再合起來的團 我們大家都是有問題的人 就是因為大家都有問題 所以當年才分開 合理合理 因為要講的話我 不會單獨的說 對一個阿迪 對一個昆達 或一個牛奶 或一個書人講話 就這樣對我們五個獎 我們要把握好這個幸運 因為我們能夠坐在這裡的 那個福氣 幸運其實很高啊 然後我們不要搞砸了 這件事情 然後我也要對我自己說 對 因為我是最容易搞砸的 所以我也在對我自己說 也不要搞砸了這個大家 可以在一起的福分 這個感覺 有什麼話要對這些老粉 甚至是 這幾年知道你們的這個新粉們 講一下 其實我覺得我們付出最大的契機 就是五月天演唱會完之後 在場的粉絲跟網友 對我們那場付出的反饋 他們覺得天啊 看到他們的青春 然後天啊 他們覺得他們居然還可以和體 也因為那一場 然後其實有大部分的原因 也是因為他們的反饋 我們去思考 我們是不是要 重新 再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覺得其實 2024的Energy 算是一個新的元年 然後我覺得 2024新的Energy 要給粉絲看到的是 希望 熱血 跟正能量 就是 我們五個人 沒有人想到會和體 但我們做到 連這種事情都做得到 沒有什麼事情是做不到的 可能 maybe你小時候在開Energy的時候 然後你再看到 22年後的Energy 再這樣才上 會讓你想到 你青春的純粹 可能你這過程當中 出了社會 當了爸爸 當了媽媽 你會有一些 挫折感 或是 社會的一些遺憾 打擊等等等等 不要這種想法 我們都做得到 你們一定也可以